好,回到映畫春秋 今集就講兩套打劫片 一套就很真實,一套就很不真實 但哪一套是真實,哪一套是不真實 我們先講一套很不真實 那套是哪一套? 那套就是The Heracohist 中文翻譯了十級風劫 不是,它也是很真實 大家有看《風暴》也記得 呂良維一句經典的對白 打風不用打劫 它趁著這麼厲害的風去打劫 其實很合理,很真實 我講這兩套電影 有個共通點就是 IMDB評分其實都很低 一套4點幾分,一套5點幾分 但實際上,我看了兩套 你就看了十級風劫 其實也不是這麼低分 如果你說十級風劫,為什麼低分 其實是說得通的 因為這類型叫做 純粹娛樂向的動作片 其實一向IMDB的分都不會高 Michael Bay拍的戲會有多高分 大家心知肚明 但這套電影 除了是說 劇情是 叫做天馬行空 天馬行空,說到那兩兄弟很厲害 說到那些賊就很蠢 但其餘其實,如果是 以一套 娛樂影片 動作片來說 絕對合格有餘 你說的 其實一小時 差不多一小時九個字 其實很快就入局 講三個字 已經有暴風 講到一班人來打劫 其實劇情是去得很快的 即是你是 你是會跟著劇情走 其實你根本都沒有空間 給人想劇情有什麼行動 其實這套電影沒有什麼難場 而且他的動作 場面其實都幾 都要有娛樂性 有心思 有設計 講到最後那一幕 三傢伙駕著一輛貨車 其實很明顯就是 跟導演有些關係 一個導演之前拍過一個 狂野時速 他就把狂野時速的 那些 那些角色就放進去 這套電影裡面 其實 這套電影 其實他 真的要挑剔這件事 就是 女主角是沒有做性感的演出 為什麼會說 這是一個缺點呢 因為不一定說 有女主角 就一定要性感演出 但其實他這套電影的類型 正確是一些 叫做 B片的類型 因為你想想 故事已經 其實 非常之 不合情理 那 你說要動作 有動作 那其實 很多時候 拳頭枕頭 拳頭被捉了 枕頭 其實他找的女主角也是漂亮的 Maggie Grace 是 樣子漂亮 身材很棒 就是 如果有一點肉體 這套電影 就真的 B片來說 是完全無敵的 不是因為沒有肉體 所以IMGP才這麼低分 其實有都可能是多0.1分 0.2分 但你說 是不是真的 首先 你不可以當他 是一套 荷里活頂級大製作 劇情又有 動作又有 那這個 Sorry 沒有可能 導演其實都拍開 少少 編 B B級片的類型 但你說動作 特技就差少少 但動作 節奏 其實各樣都 拿捏都很好 嘩 我看過他之前的作品 之前他就拍過《狂野事束》 這套應該是第二集來的 這套應該是第一集 另外他就有拍過XXX 3X反恐怖軸 其實第一集是很好看的 第二集就差了少少 第三集又好少少 跟著他上一套作品 嘩 那套是經典大作來的 就是 The Boy From Next Door 要對面的男孩殺過來 其實不知道 再對上一套 Alex Cross 香港德友上 都是一套很 一般的戲 因為他劇情方面 很明顯不是這個導演的強項 上一套 對面的男孩殺過來 就是講到 講到這個 Jennifer Lupus 是一個低能白婆的瘟仔 然後瘟出火 但是這套 去到這套十級風劍 我又不覺得他有這些低能情節 有的 但是 又不會對這套戲的觀感影響很大 因為其實這類型叫做B片動作片 那 無可避免的就是 去到某些位置 那些奸角的智商就會 突然降低 那這一套是有的 有的 絕對有 其實開頭 即是打劫的安排 我覺得都OK 起碼都有少少設定 例如說 劫匪 他攻進去的時候 是沒有殺過一個人 他就拿麻醉出來 招招招 其實他是有一個原則 他是盡量都不想傷人 這個OK 也有少少霸氣 挺帥的 去到後面沒有這個設定 他就說殺了他 殺了他 那你開頭 你就殺了那些軍人 不用麻醉他 活捉他的麻煩 但是 說到不殺 又好像 又好像有點蠢蠢 然後 然後說到那個 那套戲 帶他出去 去救那些軍人出來 又是 然後你就發覺 原來 原來那些 賊的智商 已經慢慢降低了 所以 這套戲唯一 最不好的地方 就是 那些賊是會越來越蠢 而 那些 正義的朋友 又越來越厲害 越來越厲害 甚至乎 可以差不多呼風喚雨 那其中一個 即是男主角 就是一個 叫做天文學家 其實有些設計 我覺得是OK的 就是 很大風 大風 那麼 飛碟出來 去攻擊那些奸狗 其實這個設計 是挺有趣的 我覺得挺有趣的 是有趣的 那你想想 喂 那你打風 不是只有大風 起碼 他想得到這個招 有些東西配合到 其實是OK的 但是 那些奸角 就不是 開頭 好像很天衣無縫 越來越 錯流百出 很有趣的 還有還說到 他們拿的是機關槍斃 哪裡蛇蛇蛇 也蛇不中人 然後 那些男主角又很厲害 那部塔塔車也很厲害 那部塔塔車也很簡直 是 那是 他的塔塔車是贏過全鎮所有車 又變了這裡有 但是這些是 我抱著一個看B片的心態來看 其實 很棒 這些 動作又有 驚險刺激又有 那還要什麼就是這些 我看到他的感覺是看什麼電影呢 是看90年代龍卷風暴 再加石破天驚之類的 那些純而樂動作變成一堆 而產生出來的一塊東西 其實像是這些 只不過劇情或劇本方面 比較弱 因為你又去到最後捉了女主角都不殺他 那為什麼呢 他說我要折磨你 然後我不殺你主 就擺明自己捉蟲 這些捉蟲你開了一個隔蟻 你沒有利用價值 應該不堆壞他 還有那些被人捉起了軍人 又沒有聲氣 最後不知道去了哪裡 所以這一套戲是否真的 很差又不是的 那其實基本上好像我剛才所說 喂 B 片要看的東西 就是這些的 拳頭枕頭拳頭被捉了 你有得了 那是真的唯一你要挑剔 就是那個女主角 沒什麼性感演出 但是都不是一個這麼重要的一件事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你的動作場面 你的觀能刺激你滿足到觀眾 劇情是流暢的 不會悶的 不會像Michael Bay 那些變形金剛 花半個小時的時間 說了一大堆你都聽不明白的劇情 所以其實你說十級封劫 我覺得我自己絕對收貨有餘 因為你基本上 由我看到的 trailer 開始 我已經知道這一套 其實就是一套 B 片來的 那 B 片你會有什麼要求 就最重要是個癮的 那這套非常過癮的 那就OK啦 那另一套的取向就很不同 這一套就是 改編自1976年以色列 以色列 就是有部客機被人強劫去烏光達 一個叫做恩德培的機場事件 那他就 再一次就拿這個事件來改編成為一個電影 我看回 即是紀錄 其實這個恩德培拯救行動這個事件 其實之前是曾經被人改編過三次的 即是有三套電影是在講同一個事件 例如呢 那最早的一套叫做 Operation Entabe 就是安東尼學見事主演的 那跟著1977年又有另一套 英美片又是說這件事 那你除此之外還有一套以色列片呢 都是改編自覺行動 因為這套其實主要是說 那些猶太人被那些巴赫斯坦的恐怖分子捉了他 那所以以色列也拍了一套 那去到這一套 那香港改編的名字叫做 韓傑168小時 那其實英文名字叫做 7 days in Entabe 那這一套 那這一套呢 其實我覺得他是想 他是想 他是想用回比較真實一點的手法 來講回這個事件 因為這個事件其實是講什麼呢 就是講到有一架 有一架航機 在1976年的時候 本身就是由以色列 經瓦典飛去法國 那接著呢 在瓦典那裡 不知道為什麼 有幾個恐怖分子上去 然後變成了我的機 那首先那個機呢 就去了利比亞那裡加油 然後就飛去烏光達 烏光達其實距離以色列 其實有成四千公里 那為什麼會去了那個地方 就是因為那時候 烏光達其實是被一個 獨裁領袖亞敏在統治的 那還有 你知道 非洲很多國家 其實都是一些回教國家來的 其實都是恐怖分子溫藏 還有 跟以色列的關係都不好的 所以你以色列 你要營救他 其實難度很高的 但是以色列 一方面 就跟這些恐怖分子去談判 那 但是事實上 其實就 以色列軍方 其實就已經安排了一個拯救行動 那就是 他就想辦法怎樣 運一支軍隊 由以色列 飛去烏光達 然後就去拯救那幫人之出來 嗯 那其實都 這個事件其實都幾出名的 就是如果你看回 你上youtube 其實有很多紀錄片 其實是紀錄 其實是講這個拯救行動 一個難度在哪裏呢 因為你知道 烏光達本身 回教國家 恐怖分子 有很多恐怖分子 其實 跟以色列的關係不好的 所以變了 你以色列怎樣 運一支軍隊進去 運一支軍隊去那個國家 其實是一個很高難度的東西 但其實你說這麼多背景 這麼多背景 我完全看不出來 哈哈哈哈 因為我看了 有一個疑點 就是講劫機 但是這個男女主角 好像是一個劫機犯 又好像不是 那兩個男女主角 其實是什麼呢 那兩個男主角 其實是一個德國人 來的 他找了兩個比較出名的演員 去做 一個就是Rosemin Pie 一個就是Daniel Blue 一個前頭做過美國隊長三 一個是德國演員來的 另一個Rosemin Pie 就是英國演員來的 那他們兩個做德國人 那那個是 其實那個劫機裡面的班人呢 有兩個是德國人來的 因為那時候 德國其實也有一些 叫做恐怖組織 其實專門策劃這些 反政府的行動 那他就找了一個英國演員 找了一個德國演員來做這兩個角色 其實他們兩個是劫機犯來的 因為當時有 其實有些人 其實是同情巴勒斯坦 因為你知道 那時候巴勒斯坦 其實是 到現在都是沒有國家的 都是 比以色列 欺負得很慘 但是同樣 如果猶太人 他不反抗 其實 他是沒有定期的 那這個問題 其實一直都沒有解決到 那他這套戲 他找了兩個演員 其實就是做一個 德國的赤簡文 一個恐怖分子 就是 那這套戲 那為什麼 我自己在想 為什麼這套戲 為什麼這套10分 得5分 那麼低呢 IMDB 我覺得 他其實是從很多角度 來看那個事件的 包括 例如說 從機上被人劫機的人 那兩個德國人 那些巴勒斯坦 那些恐怖分子 烏光達哥 還跟阿曼 在他裏面出現 跟著 以色列 那方面 軍方 還有這個 內塔尼亞湖 還有這個 拉賓 兩個 當時候 主理這個 拯救行動的 一個重要的官員 其實他是從很多角度 去看這件事件的 如果你從一個 還原一個真實的事件 角度來看 其實我覺得OK的 一套戲的節奏OK的 當然 如果你是想看 一些很緊張刺激的場面 這套戲 其實是給不到你 一套戲 其實去到最後 趕到班以色列的軍方 衝進去那個機場 其實只有15分鐘 其實是 因為我回來聽你這樣說 這麼多人物 出現 會不會太 會不會太亂呢 我覺得亂就不會亂 但是 可能會有人會 不滿意 靠氣的深度 其實是會欠逢的 因為你又要說 你又要說一些被人結機的人 又要說 又要說那些 記事 又要說恐怖分子態度 說了很多東西 那變了其實可能 你說一些 信息 其實可能會變得 會有些含糊的 他還原的事件 其實我覺得他OK的 因為我看回他的 他的製作特輯 其實他找 他在哪裡拍呢 因為你知道 以色列 本身也不是那麼安全的 那你更加沒有理由 在烏光大拍 怎麼會讓你這樣拍呢 那 他是找了 地中學一個島仔 叫做馬爾他 一個機場仔來拍的 那他很多東西 其實他都盡量還原 他都還原回一個 真實的情況是怎樣的 因為你看回 到最後 其實他都有一些 真實片段 拍出來的 那其實 很像 那相對起 就是 我們之前看過的一套 一九八七 都是一些還原真實事件的 一些電影 他感染力 是真的差一點的 那一套 一九八七 其實會不會 因為他一個很 明顯的主題就是 爭取民主 對 但這一套 其實就 純粹一個還原 純粹一個還原 事件 那是不是我看的紀錄片 可能會更加好看呢 我覺得是的 因為如果 我嘗試 真的走到youtube 按其中一套紀錄片來看 就是說 其中一套是CCTV CCTV播的 那他就說 你一架飛機 你怎樣去 你怎樣去 飛四千多公里 你飛過幾個非洲國家的 你怎樣不讓 非洲國家發現呢 這件事其實是很高技巧的 因為這套紀錄裡面也有說過 他 他的機器他要 首先第一 他要識雷達 是 第二他要低飛 他要 即是他要避開雷達探測那個高度 是 來到去 即是避免 其他非洲國家 發現到你這架飛機是飛過他的上空呢 即是你看紀錄片 其實是講了很多很細節的 這些東西的 紀錄片裡面有說過 他要做一個模擬 他要怎樣去拿一個情報 因為你不知道那個機場是怎樣的 那意思是 那些特工怎樣 想辦法 怎樣還原一座機場出來 然後再做一個 演練 做一個 因為他演練了很多次 然後才去救人才去 這套戲其實是沒有說這件事的 即是如果 你從一個 即是如果是一個軍事片迷的話 其實這些 很多這些素材其實是可以拍出來的 那變成這套戲 即是你在一個政治信息 其實可能又不太足夠 即是你講一些 軍事上的東西 其實又 又不是太足夠 又不是太足夠 那變成可能 就比較難取得到 人各方面的滿意 就是會 即是什麼都有些 但是就沒有 一件事特別深入 即是你 這套戲 又講那些 以色列 即是講那些恐怖分子 講那些 譴責恐怖分子 其實他又沒有 他又沒有做這件事 又沒有譴責 即是他又沒有 將一件事 究竟他是站在 以色列的一邊 還是站在 巴勒斯坦的一邊 其實他都沒有 他沒有一個很明顯的立場 即是純粹為了還原而還原的 那我覺得又不至於這樣 我覺得又 但這套戲 你說是不好看 你覺得又不是的 即是起碼不會去到五分 起碼又沒有六分 即是起碼我覺得 也有七分的這套戲 還有講完這套戲的導演 那這套戲的導演 其實就是 一個巴西導演 叫做 Joseph Pedina 其實是一個 其實之前拍的那套 比較出名的作品 就是精銳部隊 就是 其實他之前拍精銳部隊 或者其實拍Robo Cup 其實Robo Cup 我覺得一般的 我覺得 Robo Cup 始終去了荷里活 都算是這樣 因為沒有那麼 因為 我自己有看精銳部隊 我自己很喜歡 因為其實一個很 你偏寫實風格 但是其實他又 他又 寫實得來 其實會看黑暗 揭示一些東西 其實是好看的 這套戲 你說的風格 他有狠度 我覺得是介乎 這個精銳部隊 和Robo Cup 中間 但是Robo Cup 其實是極少的 因為Robo Cup 因為他的套戲 都不見血 他都不見PG-13 這套戲 簡直不見血 精銳部隊 我喜歡 他是以那個 部隊的長官 做了一個主角 去講 講到那個長官 其實自己面對的壓力 甚至乎對著這些危險的東西 其實是很好看的 精銳部隊 是 但是去到 Hollywood 拍Robo Cup 的話 很明顯看到他好像 綁手綁腳 甚麼都做不到 我覺得這套戲 比Robo Cup 我覺得是 但是你講那套戲 講到狠度 你覺得 你跟精銳部隊 還有一段距離 但是雖然是這樣 那套戲 雖然只有15分鐘 救人的片 但是我覺得 救人的十幾分鐘 其實我覺得是拍得很好看的 還有他有一件事 他比較特別一點 就是有些 觀眾他不明白 為什麼他會 侵了一段舞蹈下去 所以那套戲 開頭和結尾 和講到一些意識 那些軍人 救人的那一刻 其實他是把 一段 一段 現代舞 其實他是放了 在 這套戲裡面的 那其實那段 現代舞是什麼 其實都說多一點 其實這段 現代舞其實就是一個 以色列一個 特拉維夫 一個舞蹈團 叫做 Bashaha 的一個舞蹈團 一段 很出名的舞蹈 那一段舞蹈 叫做 Dekka Dance 叫做 那 我看過 這個舞蹈團 一個紀錄片 就是講到 那個舞蹈團 那個舞蹈總監 的故事 所以其實 那套紀錄片很好看的 我覺得 那套紀錄片叫做 Mr. Gaga 香港都 上過一兩場 那就是因為我看那個紀錄片 所以 看到那套 那麼熟 那麼熟 後面的音樂 聽過 一認就已經認得出 是那套舞蹈 那其實那些現代舞其實是 其實是比較抽象一點的 就是他不明確說那套 那套舞蹈 其實是 其實是說什麼的 但是他是把很多 民族的色彩 把很多個人情感 放在那套舞裡面 所以其實他把那套 那套舞剪了 那套 那套 其實是適合用的 那其實 如果你對那套舞有 有興趣的 其實你在YouTube 找到那套片來看 那這套戲 差不多講到這裡 那接下來 今個星期四 有什麼新戲相 今個星期四 都有一大段 有一大堆新片相 因為你知道 復活節之前 其實通常就是 有一些 沒什麼人注意的片 清瘡的時候 對於影迷來說 就是比較慘 因為 國際電影節都開羅了 20號開羅 我差點忘記了開羅 真的 幸好看一看 看一看節目 VC記得 原來下個星期 要有一堆戲要看 你不看的話 我會不記得 因為接下來又有電影節 今天舉辦得非常良好的 香港國際電影節 一大堆片 大家影迷都已經買了票 另外 其實接下來 22號上的一堆戲 都不是太差 上一集 丹麥有講到的 空靈契約 一套印尼片 其實印尼片 香港很少機會可以看得到 所以 我都希望 遷就到時間 去看這套空靈契約 另外 會有 韓國片 暗殺速遞 暗殺速遞 其實都 挺貼的 因為其實 都是2月 在韓國 才想 由姜棟原主演的一套 動作片 另外 有一個 日本片 齊木 南紅的災難 這是 改編自 同名漫畫的 電影作品 這套戲 特別留意 有日語版和 日語版 但我有少少害怕 因為 導演也是 銀魂那位導演 另外 有 有這個 銅魂液緣 銅魂液緣 就是 一套西片 西片 是Totinus 的新作 我都會有 一點興趣 另外 還有幾套 日本片 都說了 一套就是 愛不由自主 就是有這個 有一個 突然間 這個名字 有一個奇蹟補習社 有一個 友川家純 友川家純 就是 導演就是 恆定芬 就是 恆定芬 就除了這套 在電影展裏 都有一套 有一套 新作 就是二階堂 副美主演 因為那套 就是 日本 去年年尼 十二月 左右 那段時間上的 那套 應該是最新的 另外 有一套 日本片 應該是 老師你會不會回來 那套應該是 台灣片 是 我記得是台灣片 因為我看的 演員是 是台灣演員 來的 對呀 台灣片 演員有 《視源界》 還有《夏於喬》 但是 他的片 又有少許日本片 哈哈哈哈 因為之前有一套 日本片 叫做什麼 老子 我可以喜歡你媽 所以 變成一套 差不多 那樣 像Poser 有點像 那 另外一套 就是 恐怖片 《風魔》 《風魔》 就是 有個女人 不知道什麼事 被人抓了精神病院 即是 《Tiger Trader》 都說這些 那 接下來 今個星期上 大約都是這些片 那 我覺得 都有些 還有兩套 還有兩套 一套就是 《宣告黎明的人魚之歌》 和《夜長夢短少女前進化》 那 都是一些比較獨立的 日本的動畫電影 其實 日本的動畫電影 某程度上 質量是有保證的 但是 就 聽說 可能 都有一定的 觀眾員 的票員在 這兩套動畫 都是在 上年的 亞洲電影節上過的 那 一套 現在正式上正牆 另一套 就是 特別放映 那 今晚節目時間 差不多了 下個星期再見 好 拜拜